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麦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我们要来逛的是长沙简读服务馆 简读服务馆在我们中国存在了很久的历史 走在秦汉时期它就已经存在了 在三国时期是使用的很多很多的时候 那在我们后面长沙简读服务馆里面 藏着就是有三国的五简 它是我们中国历史上记录文字档案最重要的之一 那听说1700多年前就有名片以及合同了 在三国的五简里面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了解一下 带大家探究一下 这里面到底它是从哪里挖掘出来的 以及我刚才所说的1700年前为什么有名片呢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那让我们一探究竟吧 外面太热了 我们赶紧走起来吧 不然要晒成鱼竿啊 好 那这一帮就是我们今天的银河汤 银河汤哪有没有去过 去过 去过干嘛呢买东西 逛商场 去游乐场是吧 去买银河的 银河汤商品牧场呢是我们现在 在银河汤比较繁华的商业工厂 在当时他修建的银河 在他打DT过程中 就发现了一口银 银 银中就发现了十万多美的解图 大家看到第三道片 这个就是当时发现解图的二大套银 那这个解图就在这里面发现的 大家看到有两个带红帽子的工作人员 在里面心情的忘记 那吴姐呢 其实他走在秦汉时期就有了 这次的吴姐是在长沙的走马楼发现的 走马楼其实就是现在的武艺广场那里 其实很神奇吧 对吧 现在逛街的时候也是去武艺广场 那他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以及为什么被藏在一个孤井中 因为当时发现的时候是在孤井里面嘛 其实是在有一个典故叫铝一事件 当时呢就是我们这里叫长沙 就是长沙是长沙郡 三国时期是孙传所掌管的嘛 那时候铝一是孙传那时候比较汉中的一个大臣 他在管一些朝廷一些税收啊或者其他的事情 但是呢由于铝一犯了一些贪污贪账王法的事情 所以当时的朝廷呢非常的不满 孙传为了平复这种愤怒呢 所以把铝一判了死刑 但是牵扯的人呢比较多 所以当时朝廷里面充满着火烹 当时为什么要 因为可能是因为大家可能是根据文献猜测 是五简就是在那时候被埋在走马楼那个孤井里面的 因为怕牵扯的事情太多 长沙郡可能是考虑到把牵扯进去吧 所以把一些文献埋在那个孤井里面 也就是我们今天在1996年所发掘的这些竹简 那是不是可以拍一下这里 这个宽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木毒 它叫毒 这种简的如果说用木做的它就叫木简 用竹做的就叫竹简 大家应该有所了解了吧 那我们继续逛下去吧 这里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陶王的一个场景 就是讲的是当时孙权掌握的吴国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确实是长年的战争嘛 必须要补充劳力啊 就征兵以及征税 所以大家其实当时的百姓过得是非常的苦的 因为在五简里面记载 好像是一亩地要征收40%的粮食 或者说其他的物品去上交给朝廷 所以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场景呢 就是描述的当时逃亡的一个场景 如果大家来看的话 可以自己详细地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故事 我这里的话也是初月的做一个讲解 我们继续逛其他的去看看有什么我们没有发觉的故事 再讲给大家 那我们这里所看到的呢就是明次 有一个成语呢叫变谈百次 说的就是当时在吴国的时候 说的就是当时在吴国的时候 就是卫国有一位大臣呢叫做明次 他叫做夏侯渊他有七个儿子 里面有一个儿子呢特别的有才叫夏侯蓉 他的技艺呢非常的聪明 就是说过目不忘记不是 那当时的卫国皇帝曹黑听到了以后呢 我国有一个这么聪明的人赶紧就到朝廷里面来 让他呢 朝廷里面所有的文武百官呈上自己的名字 这个名字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名片 他记录了当时的名字啊以及职位 他记录了当时的名字啊以及职位 了解了吗 就把它交给夏侯蓉 夏侯蓉呢真的他就一个字的不辣的去废了下来 这就是我们成语中变谈百字的由来 也就是出自吴简工的 哈喽小伙伴们 那我们呢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因为天气太热了 我们简单点说 那我们来到长沙简读博物馆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专题性的博物馆 也就是说专业度比较高 它里面大部分是讲的是简和读的一些展品和故事 那我们来之前来这类型的博物馆 我觉得一定要做好了解对以前的一些知识 不然你真的是走马观花 如果那样的话可能花个20分钟 就可以把两层楼逛完 如果你了解了的话 你不仅可以跟你的朋友讲讲 或者说你自己再去了解其他的知识 都是比较有比较口的对你 那今天我们大概就逛完了 当然也了解了一部分吴国的历史 像我最后补充了一点就是说 我想找那个铜字的简 但是没找到那个铜字 其实我们的合铜好像是源于它 它上面就是一块大墓简上面画了一个铜字 这个铜字是扁的 它代表是合同的意思 它会把上面的文字记录成三份一样的文字 然后画成三片 一片交给官方 一片交给农民 一片作为档案保存 这三片就是作为将来农民交税的一个凭证 其实农民交税当时交的非常的多 一亩地好像是要交40%的上去 因为三关时期大家也可能知道吗 战乱比较多 百姓的话其实过得还是非常艰辛的 包括百姓有很多去做针对的百工 去打那些兵器 要人做的那些都是 其实生活在我们现在 你会知道 凡米来家是相当幸福的 因为社会在进步吧 每一步走 如果大家来这边的话 非常推荐 当然我说了 这是一个专题性的博物馆 同时现在也形成了一门学问 叫做五简学 所以可见而知 它的专业度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来之前强烈强烈建议 要了解它的背景知识再过来看 那我们今天就先逛到这里啦 我是小麦 那咱们下期见 拜拜